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为台争取代名 3秒省份证和护照 3分钟不到便办理好 自主知己投影 两窍以企划智慧案件 通道实现 旅客自主取框 信息汲取人报搬进 自动回框 2分钟即可快速过节 心理案件系统 通过集中盘兔的方式 大达的提高了 旅客投影行李的同行效率 减少了28名 开机员岗位需求 直击 投影 登机等环节的全自助 减少了旅客排队等待的时间 也提高了成绩的便捷程度 旅客出行的便捷度 满意度显著提升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 沟洋机场3号汉转楼 全新打造的自动化 智能化国际公安官能区 即将正式对外排放 对于像我一样 有出入境需求的游客来说 这里要带来有哪些点点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出入境游客 可通过微信 持福报等 海关游客职件服务小程序 进行健康申报 通过微信平台或宣传的自助申报机 进行行礼物凭申报 断动手指即可完成申报 沟洋机场和海关旅程式 行李检查服务 让出境的旅客 通运行李只需要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0秒内即可完成通运行李的基建 而入境的旅客只需要对手机行李 进行国际检查 为了旅客通关时有更好的体验 我们分别建立了海关入境首期行李查验系统 海关入境托运行李先期基建系统 和海关旅客智能通关系统 通过采取旅客和行李物体 基建图像 行李外观等进行关联 绑定等智能手段 对需查验旅客实施精准拦截 实现正常通关的旅客 免排队 零等待 整体的通关时间将缩短三分之一以上 未来 国家软灯报国际机场 可承载年流客量到三千万的人次 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客流高峰 也能够泰然处置 责得予于参与机场神处的一台智慧大脑 目前的话TOCC用型控制中心 共设有用型控制席位 地面服务的保障席位 能源系统的管理席位 还有弱电的管理席位等27个席位 共配置有即使地理信息系统 大数据平台 视频安防系统 离港信息系统等18套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各项系统高度集合于TOCC 如同一个智慧大脑 极大地提升了航电区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数字赋能之后出行 让你轻松开启每一次旅程 爽爽的不良快来体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